伊甸基金会日前在台中大人国小举办 我们没有不同身障体验活动 超过200位同学现场以脚带手来写字 带起眼罩来行走 在脚底绑上气球只能用单脚来走路 他们要实际体验身障朋友的不方便 而强奥建立选手林亚璇也到场示范如何扫地 分享他自己的生活经验 左手推着轮椅 右手拿着扫把 将地上的纸屑集中到一起之后 扫进本机里 集中身障选手林亚璇现场示范扫地 我都尽全力的去克服很多的困难 那可能因为自己很努力 然后周围的朋友看见了 然后相对的用 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那因为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自己先走出来了 改变从体验开始 小朋友用脚夹笔写字 戴眼罩行走 用单脚行走 体验肾脏的不便 很难写字 一些没有手的肾脏者写字的困难 感觉很恐惧 很害怕前面看不到 根据伊甸基金会的统计 身障者在求学过程当中 大约有九成曾经遭到言语霸凌 约三成遭到肢体霸凌 让身障学生常常被孤立 丧失学习意愿 都给他们一点爱心和帮助 他们就会应该就是有信心一点 给他们有一些的帮助 他们一样是跟我们都可以 就是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可以有个共同的机会 共同的平等的权利 如果能够从小建立包容心 学习尊重他人 建立友善的无障碍环境 将能够更好的支持身障者 找回再出发的动力 新唐人亚特电视 秋天喜王源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